中央社记者唐佩军布鲁塞尔7日专点英国首相梅伊今天会晤欧洲联盟领袖,要求修改脱欧协议中的爱。 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虽然梅伊拍照时面无表情,双方互动冷淡,但最终争取到进一步会谈机会。 梅伊里萨梅与欧盟商定的脱欧协议1月遭英国国会压倒性否决,随后英国国会令投票同意,授权梅伊回到欧盟重启谈判。 针对有重大争议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巴克斯托普做出重大且有法律效力的改变,让英国不至于违反意志地受困于欧盟。 欧盟去年11月通过与梅伊商定的脱欧协议,但这项协议迟迟迟无法,获得英国国会通过,欧盟多次表明要听听梅伊提出什么说明。 梅伊今天访问布鲁塞尔,先后与欧盟职委会主席荣科让克劳德·张克,欧洲议会议长塔加尼安托,尼奥塔杰尼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多纳德·塔斯克三龙头会面,但互动气氛冷淡,他也未多公开发言。 梅伊首先与荣科会面,双方在媒体前不弱过往谈笑风生,梅伊拍照时全程几乎面无表情,最后仅简单说声谢谢就快速离开。 欧盟职委会会后发布新闻稿,荣科强调脱欧协议无法重新谈判,但不反对在另一项证。 纸宣言上添加一些措辞,以阐明未来关系,荣科也同意与梅伊二月底前再度会谈。 随后梅伊前往欧洲议会,与塔加尼及欧洲议会脱欧指导小组主,习维霍夫斯斯达盖伊福霍斯塔特会面。 会后塔加尼召开记者会声明,距离3月29日脱欧期限紧。 胜数周,若英国无协议脱欧将对经济和人民带来灾难。 他强调欧洲议会支持欧盟的脱欧协议,这是唯一能让英国不会失去退出的解决方案。 而维霍夫斯达说,边境保障措施在脱欧协议中绝对是关键因素,如果出现问题硬。 该从政治宣言中解决问题,他呼吁硬提出更具约束力及更精准的政治宣言。 梅伊最后与图斯克会面,由于图斯克昨天曾说,对于毫无计划,不知道如何安全脱欧却贸然推动脱欧的人,地域会替他。 能保留特别位置,此话在英国引发轩然大波,图斯克遭到批评后今天仅在推特上说僵局还没有突破,需要继续会谈。 编辑,林志平10800208梅伊与欧盟领袖会谈誓言如期实现脱欧中央社布鲁塞尔8日综合外电报导。 英国首相梅伊今天与欧洲联盟领袖会谈后誓言,他将会与欧盟达成协议,确保英国如期在3月29日脱欧。 但欧盟领袖表示,目前还看不到僵局有所突破。 梅伊里萨梅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我将会实现英国脱欧。 我会如期实现此事。 今后几天我将努力协商,以达成这个目标。 他又说,就他在会谈时所见所闻,欧盟领袖也希望确保英国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欧。 译者,林志平1080020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